浏览国内大事 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内资讯 内蒙古首趟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19号正式开行 列车从乌兰查布市西苏木铁路国际物流园出发 将由中老铁路云南摩罕口岸出境 预计10天后抵达老挝首都万象 货运列车开通后 从内蒙古发往老挝的货物 较之前通过公路运输 节省了大约一半时间 19号一批货值162万的出口跨境电商商品 在广西青州港口岸装船离境 经公路转海运多事连运出口越南 这是广西首票以多事连运方式 经西部陆海新通道出海的跨境电商商品 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重大专项 北斗铁路行业综合应用示范工程近日通过验收 有利促进了中国北斗和中国高铁的深度融合 北斗铁路行业综合应用示范工程 融合大数据物联网5G云计算等技术 面向铁路工程测量自动化监测系统等铁路业务板块 近日北京市开展桥下空间整治专项任务 主要解决环境脏乱低效率利用等问题 目前共有一百多处脚下空间整治完成 二环三环路的部分脚下空间 已经变身面向周边居民的停车场 今年计划再完成457处清理整治 部分具备条件的有望打造成便民服务的公共空间 日前成都大运会奖牌荣光全球发布 荣光创意在展现体育精神 呈现古蜀文化彰显赛事名城美好愿景的同时 着重表达新时代天府文化内涵 成都大运会将于今年6月26号至7月7号举行